求净土是真实会 专求佛净土 安住一切空 是真 壮严国土 这句话意思是 专求净佛土 这个寺要干 这一句就是张载的四句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王胜及绝续 为万世开太平 专求佛净土 安住一切空 一切空是什么 做 做完之后不要放在心上 心地清净平等旧 这就是安住一切空 一切空就是清净平等旧 这个好 这是佛菩萨 这是新鲜君子 也就是绝对没有自私之理 绝对没有明文理 谁做的 佛做的 菩萨做的 是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比别人干得还要认真 干完之后 一成不然 做而无作 无作不是不作 做更无作化等号 这就对了 专求敬佛 这个 敬佛 安住一切空 是真 壮严 各土 极乐世界 是这么成就的 佛菩萨度 身心人度 讲经教学到处都能够听到 分享就更不必说了 一切时一切处 你所有的人 都是看到的 都在分享 听阿弥陀佛讲经的心得 是个学校的好榜样 这叫壮严 佛国徒 阿弥陀佛 弥陀精神讲得好 他在极乐世界干什么 精心在说法 所以我的看法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说法 是不间断的 没有间断的 他讲什么经 什么经都讲 我在弥陀讲堂 我想听话音 我听的就是话音音 你想听法话 你听的就是法话音 所以这一个讲堂里面 有千千万万的经论 想听什么都能听到 包括思议 那你要没有听毕业 什么叫毕业 听到大车大物 明信皆信 叫毕业 你不听到这个程度 你不会离开讲堂 换一句话是 往生 极乐世界 进讲堂是凡夫 离开讲堂 出来就成佛了 就毕业了 你说多快啊 毕业之后 多半是到 他方世界去 做佛去了 看看哪个世界 跟自己有缘 没有佛教会 你就去 应以佛神得度 寄信佛神 二位说法 统统是樱花神 真神 在极乐世界 没离开啊 有这个本死 无神可度 终日度神 度神是教训 学生 本来是佛 只有无神可度 终日度神 天天非常认真 帮助这些众生 回归自信 帮助他们断烦恼 长智慧 回归自信 原成佛道 干这个事情 做而无足 无足而足 没有任何条件 这个阿弥陀佛如是 每一个往生的人 皆如是 庄严 佛国 佛国立相 不住下 心体干净 一尘不染 建立 水月道场 大作梦中复死 这是赞叹 用比喻 水月 水中之月 有没有 不能说有 也不能说没有 佛寺 是教训 这个一定要知道 释迟迄 释远毛 十年 教训 这 这个叫 佛寺 今天的寺庙里头 做金摊 叫 佛寺 释迦牟尼佛没有做过一次净餐 所以净餐不是佛师 把净餐看作佛师 让许许多的人 对佛教产生误会 这些都要分清楚的 可以说净餐 不能说它是佛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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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